一般人认为四处之路是一条线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它实际是一个路网系统 它包含着草云四处之路 路上的沙漠或者绿洲四处之路 南方四处之路或海上四处之路 这个路网系统总共有18万公里 那么实际上我们仅仅在这个路上面 路地上很难看到它这个道路 由于种种原因 那么自然无人为人都消失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画出来呢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把这个研究成果 把它沉浸出来 所以让我们今天的人们 能够通过历史的研究 能够理解古代人们 他们如何彼此之间和平的交往交流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 我们面临着气候的变化 疫情的影响等等 面临着共同挑战来 能够给我们一种思考 来促进我们建设 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倡议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来 来做恭喜 谢谢呀 热水 骂 先来と 来说